地球上有超过60亿的人口 每天都有数以百万计的美食和新鲜配方不断出现 但是其中的一些美食 操作或者是烹饪不当的话也足以致命 今天我们只要看看七种危险的美食 章鱼 以伪装文明的章鱼 有的奇怪而引人注目的外观 章鱼是全世界许多人都所宗爱的食材 每个国家对于章鱼的做法也不一样 在希腊章鱼又来做烧烤 在日本通常的做法是 章鱼用水煮开后切成薄片 但韩国人选择的是最简单 也是最原始的方法 生吃 这种方式有一定的风险 生吃的时候 章鱼的触手在你的嘴里蠕动 它会黏附在你的喉咙和食道内侧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会造成呼吸困难 甚至窒息 河豚 河豚一直都被视为极佳的美食 在日本 烹饪河豚的厨师必须有丰富的经验 确保客人食用不会中毒 河豚含有无味无色的神经毒素 被称为河豚毒素 人体摄入河豚毒素 会导致气密性胸部发抖的恶心呕吐 如果出湿烹热的方式不当 哪怕只吃了一小口 也会让人嘴里刺痛 如果不及时治疗 就会造成生命危险 木薯 原产于南美的木薯 非常适合在炎热的气候中生长 在发展中国家 坚果般的淀粉味 让它成了极好的能量来源 我们也称它为巴西格粉 或者是木薯粉 据统计 每年都有超过50例的木薯中毒事件 食用前 木薯根因去皮 并浸泡长达60小时 然后煮沸 而木薯生吃或者没煮熟 就会有中毒的风险 民间说 吃木薯会罪人 其实就是轻微中毒 活取奶酪 活取奶酪其实是腐烂的奶酪 从羊奶中提取出奶酪后 吸引一种叫 干烙饮的独特飞虫 在奶酪上产卵 产卵后 奶酪内布满了干烙饮的幼虫 数以百计的饥饿的幼虫 就踏上了疯狂的进食增程 消化系统产生酸性的排泄物 促进奶酪的发酵 当一个人吃了含活取的奶酪 活取会以类似的方式 处扎在你的肠道里 会导致呕吐 抽筋或者是其他不适症状 尽管欧盟把它列为 明令禁止售卖的食物 但仍然有部分奶酪的爱好者 认为它是绝佳的美食 西非力之果 西非力之果是亚买家的果果 它含有一种名叫 刺甘酸的有毒物质 如果在成熟之前食用的话 会引起呕吐或者是癫痫 甚至致命 在未成熟的时候 西非力之果是一颗颗红色的果实 通常一整串挂在树枝上 有些人可能看到果子已经变红了 就以为它已经成熟了 实际上它还远远不到成熟的标准 这个时候食用的话 是会中毒的 豆芽 在世界各地的美味菜肴里 食客们都无法抗拒咬一口新鲜的豆芽 当豆芽如果洗涤不当 或者是烹饪不当 人体摄入后 容易感染沙门氏菌 里斯特菌 以及大肠杆菌 因为豆芽生长最快的时期 就是这些细菌最喜欢的环境 雪哈 雪哈是一种贝类的海鲜生物 生长在涂滩里 经过开水烫几秒之后就可以吃 剥开壳可以看见雪一样的分泌液 所以称之为雪哈 但是千万不要弄混了 很多地方都以为雪哈等于雪哈 但其实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由于雪哈的生活环境 还有大量的微生物 所以没有经过严格杀菌消毒的雪哈 是非常危险的 特别是仅仅几秒到十几秒的加热 是无法杀灭细菌的 1988年上海甲型肝炎大爆发 就是因为半生使用雪哈引发的 那么你还知道哪些危险的食物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